请跟过来的是第五轮的动作 冠军这一跳407C 向内翻腾三周半报夕 难度系数3.4 翻腾的速度稍微慢了一点点 我们看到入水是有一些不够 这条冠军得到了76.50分 有效得分是7.5 来看一下廉俊杰这一条207C 向后翻层三周半报夕 难度系数3.6 不错 刘俊杰她的这个身材是比较修长的 所以她能非常好的运用到这个跳板 完了用板的反弹力来做这个三周半动作 完成得这么轻松 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条联军节得到了90分 来看一下台小虎这条109B 难度系数是有4.2的向前翻腾四周半躯体 在决赛当中难度最高的一个动作 但是打开的时间太早了 基本上冲天就开了 目前在男子选手当中能完成109B的一个是台小虎 还有就是杨健 但是杨健的这个动作呢是在10米跳台去完成 难度系数呢是低了0.1 看下黄博文这个109C向前翻腾四周半暴戏 这也是一个高难度的3.8的动作 挽救的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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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板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打板 当时比较担心他这个动作的节奏感会差 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这一条得到了91.20分 来看一下乌鲁贤这一跳 109C向前翻腾四周半暴戏 也是和上一条一样的动作 完成的还是很轻松 但是还是冲了远了一点 这样的话在打开的时候呢就很难能控制住 这一条乌鲁贤得到了79.80分 这一条乌鲁贤得到了79.80分 再看到刘承明这一条407C 向内翻腾三周半暴戏 难度系数3.4 也是啊 这个动作最后挽救的还是不错啊 入水的角度包括它的水花 就是空中的这个翻腾的速度 节奏稍微差了一些 完成的比较低 这条乌鲁贤得到了81.60分 有效得分是8分 来看彭建峰这一条109C 难度系数3.8的向前翻腾四周半暴戏 不错 在应对高难度的动作方面啊 彭建峰他的技术能力还是很有把握的 这一条看一下最后收获了96.90分 有效得分都是有8.5分 来看林恒诺这一条307C 这名选手他的能力还是很强啊 我们看到他走板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退板的 但是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在空中的翻腾 这一条他得到了是89.25分 有效得分8.5分 这一条他得到了是89.25分 来看一下龙道一这一条109C 向前翻腾四周半暴戏 同样也是高难度的3.8的难度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整个翻腾动作有一些甩起来了 这个109C还是稍微往前冲了一些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整个翻腾动作有一些甩起来了 没有定位 他注水的时候两只手也是没有抓到一起 是 这一条最终得分是77.90分 来看王宗元这一跳207C 向后翻腾三周半暴戏 难度系数3.6 不错 这一跳完成得很漂亮 在今天的半决赛的时候 他这个207还是欠缺了一点点 主要是在登板的时候 到了晚上我们看到运动员还是比较有劲的 在完成的这个动作效果很好 来看一下这一跳王宗元的得分情况 王宗元还是一名非常能拼的选手 这一跳得到了95.40分 那么接下来登场的曹元同样是207C 我们又可以看到一个相对直观的对比 还是207C难度系数3.6 目前的排位的话王宗元是暂时领先曹元的 这一跳 也不错 非常细腻啊 我们看到这个脚尖膝盖打开入水 两个人的比分应该是咬的比较紧啊 是 曹元这一跳也是做的相当的不错 这一跳得到了97.20分 459.05 落后王宗元不到一分 再看谢思义这一跳407B 向内翻腾三周半躯体 难度系数3.7 目前只有谢思义一个人可以在3B跳板当中完成这个难度动作 目前只有谢思义一个人可以在3B跳板当中完成这个难度动作 相对于407爆锡改到407躯体 对于运动员来说除了能力方面还有就是要他的技术更加合理 是 谢思义前五跳的发挥都是一如既往的稳定啊 看这一跳收获了99.90的高分 有效得分是9分 那么这样一来呢可以巩固住他五轮过后排在第一的这样一个位置 以后我们来看一下积分榜上一个总排名的情况 谢思义领先着王宗元身后的王宗元24分左右的一个分差 而曹元呢是一分的多一点点的这样一个劣势排在第三 彭建峰 炼俊杰 黄博文排在四五六位 刘成明 林恒诺 龙道一 吴鲁贤 关俊和台销虎分列7到12位 谢谢大家